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唱作人霍尊 吃火锅串羊肉非常的向往 第一次创作是八年前 那个时候纯粹就是觉得要有自己的歌 不能一味地唱别人的歌 所以开始试着创作 创作的灵感就是音乐以外的地方 不要去想它 你在一个比较愉悦的心态下面 你玩游戏 吃火锅 洗澡 就这几样事情都是我往往会能写出歌的 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几率是 是做梦 就是因为日有所思 你晚上你就会也会梦到自己在创作 而且创作的那个灵感 你在梦里面你觉得特别的好听 然后更好玩的是 你知道自己在做梦 你深知自己是睡着的 但是你可能醒了以后 你会忘记这个旋律 我就会硬逼着自己睁开眼睛 醒过来醒过来 结果真的醒过来了 然后拿起手机 语音备忘录打开唱下来 记录下来以后再安心地睡 这样心就踏实了 但是第二天起来再打开听 觉得我就觉得好难听 所以这个几率要看还是要看命 最长的一首歌应该是《不送铁》 是我第一张专辑里的歌 大概前后一年半 然后之前有一首合唱歌 是跟张丽颖合唱的 叫林彬吃火锅涮羊肉的时候 想出来的 也大概就七八分钟这样 我觉得现在音乐 越来越趋向于Fusion的 就不再会分门别类的 这是什么类 这是什么类 那是什么风格 不是了 大家都是我流 就是这种感觉的 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感觉 就是一个调色盘 尽情地去挥洒去融合 尽情期待吧 之后肯定会给大家带来 很多颠覆性的东西 没错 身边的人都会很质疑的眼光看 就在刚刚还看了一个 那个狗就 都会是李宗盛的 是这么多的 那今天好看 这类别的声音 你们看看 感谢观看